腿脚不好还吃莲藕,医生无奈,不怕骨质疏松成筛子,四菜尽管吃。 医生,我腿脚越来越不灵便了,走路都打晃,是不是老了? 李阿姨焦急地问道,脸上写满了担忧,李阿姨,您这可不是老了,而是骨质疏松。 医生严肃地说,您还记得上次我给您开的钙片吗?您坚持吃了吗? 吃了,吃了,每天都吃,还特意多吃了一些莲藕,听说莲藕不钙,对骨头好,李阿姨解释道, 医生听到这话,眉头紧锁,沉生说道莲藕不钙,这都是什么偏方? 莲藕富含甲,对骨骼健康并没有直接的帮助,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,您还吃那么多, 这不是在给自己的骨头雪上加霜吗?您这腿脚不好,还吃莲藕,不拍骨头疏松成筛子,还等什么? 赶紧去拍个片子,李阿姨顿时愣住了,她一直以为莲藕补钙,没想到是错的。 她想起自己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莲藕补钙的说法,还以为是真的。 没想到,医生却说莲藕对骨头没有帮助,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。 医生,那到底吃什么才能补钙呢? 李阿姨问道,补钙要从多方面着手,除了补充钙片,还要多吃一些富含钙质的食物, 比如牛奶、酸奶、豆腐、虾皮等,医生耐心地解释道, 同时也要注意多晒太阳,促进钙的吸收,李阿姨听完医生的解释。 恍然大悟,原来补钙不是光吃莲藕就能解决的。 她暗自庆幸自己及时咨询了医生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 李阿姨回到家后,将医生的叮嘱告诉了她的老伴王叔。 王叔也是个爱吃莲藕的人,听到医生的说法,也吓了一跳。 没想到莲藕不能补钙,我还以为他对骨头好呢,王叔叔说道, 那我们以后还吃它吗? 当然要吃,但不能像以前那样天天吃。 要适量李阿姨说道,医生说,莲藕富含钙,对心脏和血压有好处, 但不能过量,否则会增加肾脏负担,那我们以后该吃些什么来补钙呢? 王叔问道,医生说,牛奶、酸奶、豆腐、虾皮等食物富含钙质。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,李阿姨说道,还有,要多晒太阳。 促进钙的吸收从那以后,李阿姨和王叔叔就改变了饮食习惯, 不再天天吃莲藕,而是多吃一些富含钙质的食物。 同时,他们还坚持每天晒太阳。 几个月后,李阿姨再次去医院复查,医生惊讶地发现,李阿姨的骨密度明显提高了, 腿脚也比以前灵活了许多。 李阿姨,您的骨密度提高了,腿脚也比以前灵活多了。 看来您这段时间很注意饮食和运动啊。 医生说道,是啊,医生,我听您的建议,改掉了以前天天吃莲藕的习惯, 多吃了一些牛奶、酸奶、豆腐等富含钙质的食物,还坚持每天晒太阳。 李阿姨说道,现在感觉身体好多了,走路也不打晃了, 医生心慰地点了点头,说道,您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,真是太好了。 现在很多人对骨质疏松的认识不足, 以为吃一些补钙的保健品就能解决问题。 其实不然,补钙要从多方面着手,才能达到最佳效果。 补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需要从多方面着手,才能达到最佳效果。 盲目相信一些偏方,不仅不能起到补钙的作用,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 那么骨质疏松的危害有哪些呢? 一,骨折的风险。 当患有骨质疏松时,骨骼会变得非常脆弱,并且这种脆弱可能是极为严重的。 一般骨质疏松的患者在遭遇到摔跤或者是撞击之后,骨折的概率明显增大。 但是当骨质疏松发展为极为严重的程度时,很可能一个咳嗽就会造成骨骼的断裂。 而骨折以后骨骼的恢复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,这不仅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,也会给身体埋下了隐患。 二,疼痛的侵扰。 很多骨质疏松患者会伴随着明显的疼痛症状,尤其是当骨质疏松病症较为严重时,疼痛会表现得尤其明显。 随着骨质疏松病症的发展,疼痛会明显地增强。 当骨质疏松严重到一定程度,长期的疼痛就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正常生活。 这种疼痛会整日伴随着患者,严重影响到患者的身体状况以及心理状态。 因此对于骨质疏松的问题不能够掉以轻心。 三,身体的变形。 当骨质疏松较为严重时,不仅仅会出现骨质疼痛等状况,甚至可能会造成身体一定程度的变形。 当骨质疏松严重时,可能会出现脊椎的变形。 比如很多驼背现象就是由于骨质疏松所造成的。 这种身体变形不仅仅是外在形象的改变,也是对身体极为严重的损伤,甚至可能给患者的心理造成一定的伤害。 而这种身体的变形很可能是不可逆的。 因此,骨质疏松的问题一定要加以重视。 四,心理伤害。 骨质疏松的影响有时是长期的,当骨质疏松所造成的骨折无法痊愈。 骨质疏松所造成的驼背无法改善时,这种危害就会一直伴随着患者。 不仅是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,也会给患者的经济状况。 心理状况带来极为严重的负担,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患者的家庭生活。 给普通的家庭带来极为严重的经济以及心理负担。 骨质疏松的危害是较为明显的,尤其是当骨质疏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。 就会给患者造成极为明显的身体危害。 如果不及时治疗,骨折、疼痛、身体变形的危害甚至可能是终生的。 因此当患有骨质疏松时,一定要加以重视。 尤其是老年人,更要关注自己是否患有骨质疏松。 早发现早治疗。 如何远离骨质疏松? 一、骨质疏松的根源是钙质的流失。 因而补钙是预防骨质疏松的一大重要课题。 食物是摄取钙质的主要途径,平日里可以通过多摄入富含钙质的食物。 比如鸡蛋、牛奶、豆制品等等。 也可以通过补充钙剂来直接获取所需钙质。 一般成人每日钙质的摄入量在800毫克左右。 50岁及以上人群每日钙推荐摄入量为1000到1200毫克。 二、运动对于骨质疏松的防治也很有作用。 适量的运动可以强健骨骼。 提高骨密度,促进机体代谢,从而起到骨质疏松的预防功效。 在运动选择上,建议温和强度小的运动类别为主。 比如打太极拳、慢跑、散步等等。 运动时还应注意运动量的控制,切勿超量运动,否则只会适得其反。 三、维生素D有利于促进机体对钙质的吸收。 进而来弥补机体所流失的钙质。 维生素D的获取可以通过食物,也可以通过户外晒太阳来获取。 日常生活中,孕妇、儿童和老人在闲暇之余可以到户外晒晒太阳,有利于钙质的吸收。 四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 戒烟戒酒,避免过量饮用咖啡和碳酸饮料。 药物使用上也需小心谨慎,勿自行滥用阵痛药物以及骨代谢药物,以免副作用的出现。 五、老年群体是骨质疏松的一大高发人群,平日里更应多加留意。 日常生活中需注意地板防滑,下雨下雪天尽量不外出。 提前把吃穿用的东西都储备好,以免意外摔倒,伤及骨骼。 六、随着年龄的增长,骨质疏松的罹患几率同步增长。 婴儿越是高龄者,对骨质疏松更应多加警惕。 定期的身体检查能有效监控骨质健康。 当骨质问题出现时可以及时治疗,从而达到骨质疏松预防目的。 骨质疏松的预防需从日常做起,从饮食、运动到生活的各大方面。 均应落实好防护工作,从而来维持骨骼健康,保障正常生活。 引起骨质疏松的原因是什么? 一、老年人体内性激素水平降低。 性激素不足会破坏骨头形成和骨头的分解过程,从而引起骨质疏松。 二、钙摄入不足。 老年人体内钙质流失严重且吸收能力差,导致骨质疏松。 三、维生素D摄入不足。 因为很多老年人接触阳光时间太短,使维生素D来源及转化不足。 从而就导致了骨质疏松的发生。 四、身体运动量减少。 在一定硬力下,骨骼的密度会增加。 骨组织的厚度和骨小粮密度、数量和质量都会增加。 而老年人运动量的明显减少,强度下降使骨骼所承受硬力减少,促使骨骼出现费用性疏松。 五、还有其他的因素。 比如个人生活习惯、身体素质、甚至种族、地域都与骨质疏松的形成有关。 六、三、五、三、四 三、四